这件很不错 但另外的衣服说不定会更适合 我穿上这身衣服 看上去很像在读书的大学生 毕竟这是三校联办的项目 各方对这个课题都很关注 现在又是刚刚投入研究的初期 老师自然会辛苦一些 小姐 夏宴 没让你们久等吧 没有 我和他也没坐多久 这是哪儿的话 我们能在这碰面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要不是这工作上事情实在太多 我肯定陪你们把这里好好逛 瞧我 都这个时候了 还贪什么工作 来 这是我送给你们的搬家礼物 里面是我用前几年的研究成果 作为萃取物而制作的智能香薰 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 你们肯定也不例外 我就希望这个小东西 能让你们睡个安稳觉 上次见面的时候 没能好好恭喜你们 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这份礼物 就算我一点小小的心意 真是谢谢老师 你们和我有什么好客气的 要是用下来有什么感受 回头给我一些反馈就好 说起来 我还特意准备了份礼物给你 哦 老师偏心哦 这份礼物算是上次他帮忙的谢礼 虽然没有你的份 但如果下夜你不介意 我们可以先一起看看 我当然不介意了 我可不会因为一份礼物 就怀疑我们俩之间的失声情 感谢观看 我好想你哦 也不知道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也会想我吗 小师弟这是在想谁啊 他那个在卫明市的青梅竹马吗 你别说话了 师弟要醒了 师兄师姐不是说都把录像删了吗 怎么 在准备礼物的时候我就在想 什么样的礼物才最有意义 所以就问了很多当年夏宴的同班同学 以及师兄师姐 看看大家手里有没有关于夏宴在大学里的记录 像这个片段 就是夏宴的一位师兄 好不容易从云端上找回来的 好不容易从云端上找回来的 我知道你们分别了很久 所以我想这些片段组合在一起 就是能送给你最好的礼物 很久不簽 你不得了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真的谢谢老师 让他能见到那时候的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